嘿嘿兄弟们来了啊 今天是我们在蛋蛋拍队里联系8天吃鸡的第5天了 马上就要挑战成功了 求兄弟们多多点赞支持一番呀 来看第一张图 这是我们第一天挑战就遇到的第一张图吧 这张图稍微有些货的 千万不要失误啊 不用和他们抢 只要我们不失误 肯定可以过关的 直接一个滚蛋 然后抢进路 过来了 怎么样兄弟们 这包操作溜不溜 还有若琳呢 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炸到了 关键地方来了 哎呀 到底没有抢到 没有关系 咱们抄进路 然后就是一路最后 顺利的第一个到达终点 看来这次的选手实力也是一般的 这一局我又看到了期望 再来看第二关 是狩猎训练 这个我有经验啊 这一关的诀窍就是抢第一个过来 然后多射黄色的把子 当然了路上看到的也不要往那射 黄色的把子过来了 黄色的加两分 绿色的加一分 全都是我的 小伙子不要跟我抢嘛 我来这边看看 完了呀都被别人射了 但是我看到一个黄色的把子藏在这里 是我的了 哎呀 慢了一步 气死我了 还差五分 但是找不到把子了 就很气 这一关是开运气的呀 让给我几个兄弟 哎对 还剩三个 又有了又有了 他会不断生成 那太好了 再 来一个 OK 还剩俩 过关 哎呀 还差五个人就过关了 我还差最后一个了 这个我一定要抢到 一定要抢到 OK 过关 然后来看一下第三关 拯救小恐龙 这关也是看运气的 就看小恐龙离我们近不近了 这边有一个非常nice 直接扔进去 大家注意 如果你扔的恐龙 不被吸进去的话 是无设的 所以一定要扔到位 小恐龙别跑啊 让我看看 那小恐龙的皮肤颜色和我阴谋一样 有可能我们是不同物种的孪生兄弟 别抢我兄弟 啊 算了 这位兄弟也一样 进去吧你 下面还有一个 来咯 哎呦 还和我抢 你能抢得过我吗 拿来吧你 咱们直接朝个进路 嘿嘿 哎呦 脚下就有一个 这不是天助我也吗 走起 过关 终于遇到绝顺关系了 火山爆发 这次咱们再换个角度计划 我选 巨大花 巨大花就是给猫富裕来打架的 只要我巨大花 我什么都不怕 这个怎么还能帮我弹飞呢 我不是巨大花了吗 让我来试试巨大花 加咸鱼大棒 威力如何 嗯 竟然打不到 不但是一下 威力好像没有增加 哎呦 这个小原则很凶啊 我都巨大花了 他还来打我 那咱们就来那场上 巨大花加咸鱼大棒的威力 让我来找找他 在这儿 吃我一棒 没打到 再来一下 直接打出去了吧 哦耶 报仇了兄弟们 哎哎哎 别打我 别打我 饶命啊 我只是一只可爱的兔兔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不会到此为止了吧 我走 我走 巨大花了 你能奈我何 赶紧溜赶紧溜 小朋友 你这是迷路了吗 他居然有回溯 救了他一条命 但是 你有第二个回溯吗 嘿嘿 淘汰 现在是一对一了 就是刚才这位兄弟 打得我很惨 现在就是我们两个的 巅峰对决了 看我丢他一个大大 哎呀 先被他丢到了 搞不好我打不过他呀 这是个高手啊 捡到一条咸鱼 咱们巨大花直接冲了 这我一抱 哎呀 完了 怎么还变形啊 不是巨大花了吗 巨大花都不免疫变形的吗 这技能真的好弱啊 太惨了兄弟们 被他降维打击的感觉 不过居然还打不到了 哎 他又被炸飞了 完了完了 兄弟们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 哎 但是我运气比较好 吃了一个回复 我又吃了一个回复 又来一个 哎呀 还炸到他了 兄弟们 我感觉我又行了 哎 在我身边又生成一个回复 这怎么说兄弟们 决赛圈了 咱们直接巨大花和他拼了 来了 我把他挤下去了吗 这是什么高端操作呀 咱们慢放看一下什么情况 哎 他是怎么下去的呀 无所谓 反正是赢了 第一 点赞关注哦 拜拜